赵佑以前和依依说过了 环神山深入幻海的地方叫幻沙谷地 是灵雀潭流经后堆砌出的滩图 灵雀潭 传说中魂将聚集之处 那所谓留下的沙石又是什么 据说其实就是残魂呢 所谓鬼力通语 所以当那里抓几条残魂 问问于姐姐怎么回事 总不是问题 阿璐其实是想说于西魂丢那了吧 她应当也是觉得于西不是丢了记忆这么简单吧 离开了这么久 这幻海中的浓雾也没有散去一点点 从前听别人讲 浓雾之下是无尽的黄泉死戒 也不知是真的假的 你问错了人 黄泉死戒只有死者之魂才能停靠 你问生者 怎么会有答案 那等复活了于姐姐 我去问她就好了 对了小柔 鸾刚才和我说 复活于姐姐得你和李游两个人合力才行 我 要我做什么 鸾 要不你干脆把你那奇奇怪怪的预言解读给我们吧 预言已经给出 一切也已沿着既定的轨迹行进 你们不停下脚步迟早会看清一切 玉池良 带他们上路吧 前辈 好 玉池良 这儿竟有鬼魄狮王 来到这儿的人 最后哪里要不后悔呢 之人还会说话 明智并非你们这类生命的专属 天长日久 魂馈中总可见天光 我和碧不言 只因人总只字说字话 却对他人的声音莫不关心 那我们听你说话 你说完就能让开这门口吗 不能 我的命在这山之巅 你们不是命中注定的人 我用信命守门 既然你这么说 那莫怪我们不客气了 来战吧 我从未要求生命 但我一旦获得就会 就会为生存而战 小心 这鬼魄狮王着实诡异 他与创命之间的那些应当有不同之处 无法想象的爱 与你无法想象的愤怒 若我不能获得满足其中之一 便会纵容另一个 这心而易见 我试着融入人群 可我依然是个异类 我为什么不能是我父亲呢 这 什么文书 从没见过这样的文字 因为这是九里早年的文字 你们自然不认得 一一来看看 三途出泰山 日应穿水 时不可逆 背向而渡 前后都看不清 就只这句一意还能辨识得出 但这是什么意思呀 总觉得看起来不是很妙 我们先进山内生生不息 总觉得像是在暗示这守门人会 再度复活 好 尹舍哥 尹舍哥 你又梦见于姐姐啦 照鸾的说法 速生枝壤 在速躯 铜元之血 重铸生 时间之力 可换灵 其中速生之壤 应当是指幽生之物的黎幽 黎幽 你 复活一个人这种事 我还未见过 也未尝试过 去看看也无妨 多谢了 那 雨韶蓉姑娘 既然已经到了这儿 不妨给我去实话 你想问的是我的身份 这你不是早就猜到了 猜测终究只是猜测 到了这会儿 我不想有任何闪失 任何的闪失我都不允许存在 我是雨昕的妹妹 不知道她有没有告诉过你 她曾有个妹妹 要是 要是还活着 也好和我一个年纪 一样古灵精怪 这话一一记得的 嗯 姐姐之前 应当也猜到了 但不知究竟是为什么 她始终没认我 行吧 复活于西的事情 全仰仗两位姑娘了 玉池在此谢过 鸾 你怎么跟来了 要么和我们一起上环神山 不 我只会到此止步 现今你们入画荒内隐蔽之所 将见不为人知之秘 有些事我需问你 玉池 请说 朝一曾往定途 是位十轮遗轨 而今此物之印 想必存于你之身 是 为什么关注十轮遗轨 十轮速回 光阴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 也在速回 因果律也在速回 画荒不定 升降无序 皆是因果 若有一日你可更其律 便会如何 苗 不是说 是借十轮遗轨之法 引心药之力 能稳定画荒吗 什么因果律 玉池 若有一日你可做天地生灭之责 你当如何 什 什么意思 不是刚才还在说画荒吗 是 然画荒只为事件一语 却牵一发动全身 其实影响将牵世间 呃 这问题 我现在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 我从没想过这问题 为什么问我 那想清楚的那天 再来回答我吧 哎呀呀 别吵了别吵了 一想起来 哪能找到原因了 你们都跟依依来 这个依依也不知道呀 看起来像是某种悬门 开启后 会将某处的空间短时间内接入进来 不过 这悬门之阵每次当只能开启一个 否则阵法后斥 会将此处拖转入虚无之内 这会儿要开哪一处悬门之阵呢 有法阵波动 应当是有空间被接入了 呃 我们快去看看吧 我们现在还成九三的其中一层哦 那不是我记得还成九三有九层啊 那我找到什么时候 这里的是法 这个 看起来像不过 我们刚刚选红色的 这会开橘色的 有法阵波动 哦 有打开了 哦 看来 这是我们此前开启的悬门之阵 接入进来的空间 这里也有悬门之阵 难道这里的空间是 是多重的 这说明了什么 不好说 还是先选开启悬门法阵吧 看看情况再说 呃 你们这么说的 一都不敢选了 天知道 这些空间实际上究竟是在哪里呀 先开了再说吧 奇怪的感觉 好像有什么特殊的熟悉的东西在接近 呀 依依也有这种感觉 隐约觉得 似乎是依依自己 什么意思 哎呀 说不清啊 总之就是有种怪异的感觉 要么去新接入的空间探探 或许问题就出在那处 熟悉的感觉 好像就是在这光木里 光木里 怎么会这样 阿露 你以往在地界可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这是 哟 这是什么年岁了 竟然到这儿来了 真是的 竟然还遇见活人了 哼 既然是好不容易才遇见 那就别让这些人走了 别让 哼 看你们有没有留下我们的本事了 自然是有的呢 不妨看看 哈哈哈哈 我们快走吧 这地方太古怪了 嗯 黎悠 你怎么像是心事重重的 你发现什么了 没有 我们快走吧 奇怪 他肯定是知道什么吧 不然怎么这反应 这儿 这儿怎么会有篝火 我们又见面了 主位 什么 你 你是那个守门人 哈哈 正是 破总会聚合 我 与我们 不死不灭 永远在此处 不断复生 你们不是在寻觅复生的秘密吗 或者我也可能告诉你们 来吧 再要回起自己生命之初时候的情形 已经非常难了 因为那段日子里的所有事情都好像绞在一块 分不清了 我一下子同时获得了各种感觉 视觉 听觉 触觉 和嗅觉 但那等同于一片混乱的眩晕 回忆到自己眩晕的出生之时 就让其他人也感受到 真是难以理喻 嘿嘿 鱼顿的生灵 才从不记得自己的出生之刻 我感觉到了亮光 饥饿 干渴 和黑暗 耳边萦绕着各种声音 四面八方 都不断有各种气味朝我涌来 我唯一能辨认出的物体 就是那轮交捷的明月 我总是心怀喜悦 目不专精地盯着它看 怎么和长老妹一样 瞎了也摇上观天台 明天我冷极了 但我发现几个流浪的乞丐 留下来一堆篝火 那堆火让我感受到的温暖 真是舒服极了 我兴高采烈地把手伸进了篝火的余境中 你们永远不会知道我发现了什么 鱼劲 这魔孩到底在篝火的鱼劲中发现了什么 阿璐 说实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什么都别碰得好 难道它是在火焰中重生的 或许 但这和我们没关系 为什么有种奇怪的感觉 这魔孩所说的诞生 为什么叫依依觉得那么熟悉呢 也是这样的法阵 顶究竟在哪里 实在不成 咱们把这儿的玄门法阵全开了 一点点找出去 总能找到 现在就盲选一个吧 此处又是这两种玄门法阵 不知道会接入什么空间 李佑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接入了什么空间进来 或许 实际上是我们所在的空间 被接入了其他空间呢 嗯 这有什么区别 呃 这个我觉得有区别 我觉得没区别 选一处开启吧 动作快 此处又是 李佑 嗯 呃 我觉得没区别 一会儿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 这似乎是 水镜 我们离开这儿 这儿太诡异了 已经晚了 她看见我们了 什么意思 变成小龙和悠悠的样子了 你们好呀 许久不见 这样的人出现了呢 这到底是什么 我们 我们快离开这大厅 看他们的傻样 竟还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呢 走不掉的 若是不清楚他们 他们就会一直跟着我们 鬼气散散的怪物 快动手啊 一才不要被他们一直跟着 来吧 你们可以永远留在这儿 这样我们才完整啊 不好意思 我们有事要办 可没法留在这儿陪你们玩 黎悠 小不点 我们速战速决 这儿什么都没有啊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悠悠 你是不是知道 有些猜测罢了 做不得准 此处既说是象征生死 那出现的东西 说不定 确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破 被此处射了出去 我们还是快走吧 别在这儿逗留了 但黎悠 你之前说了 水镜 都说了是猜测 快走吧 小不点 我就觉得 黎悠那句水镜 说的其实是真话 喵 但水镜怎么会在黄神山里 这也太奇怪了吧 这应该有剧情吧 啊 最后一层的呢 这么快哦 可是他就写其一三层 可能 可能还有其二其三吧 哦 这是什么呢 真的不用想拿 首抽冰璃就对了哦 不用想太多 冰淇淋淋老爸 你说谁 你说这个boss哦 看起来不是哦 是石怪哦 好 最后一个宝箱 gate 对啊 你看我用冰淋 全部都给冰淋打 好 结束 好 再往下一关了 定在那儿 定在那儿 真的是黄神顶 传说中这东西只是皇帝老儿弄来的一方阵纸 为的是将地界压住 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用处 看来这还没被彻底忘记 至少还有人记得叫生枝顶 看来是找对地方了 还神顶还有这名字 记得了 记得又如何 当年那个人也抱着女人的尸体来过 但最后不还是将人放进了灵雀坛 想碰那顶 这要击败我们 你这样也是没用的 来这里的人从来都不想回过土居 刚刚说的那个人哦 那个人就是阴谦阳跟农业啊 想碰那顶就来吧 击败我 得尝所愿吗 但其实也不过是被虚妄谎言欺骗了的傻子 以为人真的能在此复生 哈哈哈哈 嗯 乱说得把于希的法器放进去 然后 我 我来 李佣 雨烧荣 你们怎么了 你怎么了 于希 于希 是真的 真的能复活 走 于希 也吃小心 不对劲 于希 你 你 真 姐妹啊 于姐姐像不认识我们 这 这难道复活的时候丢了什么 完了完了 卵肯定活太久健忘了 说不定忘了说什么 弄错复活的方子了 她回来就好 认不认识我们有什么要紧 再说 她这样傻乎乎的也挺好的 哼 于希哥 这一句才是你真心话吧 你其实就是怕被于姐姐骂 才没有 反正她这样挺好的 也不会惦记十轮功还是神雀功的 你想啊 她要是记起什么来 我们这把忧城都降下了 那还得了 玉池 你真觉得你面前这个是于希 黎幽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也觉得不对 姐姐不该是这样的 我得找回原来的姐姐 原来的 你就敢说原来于希是什么样的 哼 就是记起了过去又怎么样 她过去也没几天开心日子 我这和她一到长大的都没觉得不对 你在这说个什么劲儿 哎呀 别吵了别吵了 我们去找鸾 鸾肯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她肯定能解决 鸾 那岂不是又得找那神出鬼墨的汤古殿 免 反正也是一一找 玉池哥你跟着就是了 反正我也觉得于姐姐怪怪的 鸾姐姐在的时候 什么事都不用一一动脑子 还是把她记忆找回来的好 至于汤古殿 别的时候难找 但算着时候找 却能找到了 等朔月 汤古殿肯定会再吸引她 生意 向地底下传来的轰鸣 好像靠近了 听着那声音 像是要塌了吧 怎么会这样 还神山竟然塌了 嗯 没错 传闻华皇 是靠还神山支撑的 这山塌了 华皇可就完了 这下怎么办 一定是 是那里 是那个诅咒 是依依的原因 都是因为依依 小布点 小布点 你怎么了 别慌 怎么回事 都是依依 是因为依依 这里是三皇明园地下 依依记得这里 三皇明园沉入浑海下百余年 竟是又重现了吗 小布点 你在说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依依注定 注定是那个带来毁灭的人 依依的诞生和历代幽击都不同 长老早就说了 花皇会在依依手里彻底消失 简直一派胡言 没错 陆昭一 他们说什么你都信 荒谬 还是快离开这地下 其余的事情 往后再说也不迟 古怪 画荒中怎又会有冤兽出没 这 怕是因为环神山坍塌了的缘故吧 传说 环神山立于上海光明一战之后 支撑画荒 但赵又曾和依依说 环神山是古老的遗迹 其存在其实远在山海光明之前 环神山封存了古老的生命 据说也是一些失落之地的入口 那想来是些危险的秘密 会毁灭画荒 没错 想必是因为这 才有了环神山倒塌 画荒会毁灭的说法 古老的生命指的是冤兽 哼 说不准还有罗侯眷族呢 毕竟当初三皇创冥界 我父神也在其中 冥界 凭什么就无罗侯眷族之地 古老的生命 也不是只有幽界生灵 创生之际 究竟出现过多少生灵 谁都不知道 余 余夕 嗯 你在喊我 做什么 没什么 就是奇怪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就是突然有感而发 你就从没想过 出现在环神山之巅的我 究竟是什么吗 诶 欢神山怎么说他就他 小不点 画荒一直都这么脆的吗 没 今天哪闲主怎么了 早都说依依的家乡不安逸了 总比幽界好 难道还有比这个更还不稳不安定的地方 哼 理由 幽界是什么样子啊 其实没什么 只是都处于一种 无序中 具体如何 我说不上来 唯一有稳定不变的中心就是幽城 幽界诞生的地方 传说是神的坟 坟墓 那个是你的木吗 依依 你偷笑什么 想起什么好玩的事 没 这是画荒奇奇怪怪的传说啦 什么传说 持有的 什么嘛 才不是呢 就突然想到奇奇怪怪的画荒地形 以前依依想找人画个画荒地图 但是呢 失败了 不是说画荒升降无序吗 这如何能画出地图来 没 才不是因为这个呢 是因为画荒的史书记载说呢 画荒正中是幻海 幻海正中是山荒明园 然后呢 观天台呢 又在画荒最中间的地方 嗯 那是在山荒明园之上 谁知道呢 反正一夜是没去过啦 估计是传说中的什么怪地方吧 然后呢 山荒明园下是七刃炎窟 七刃炎窟呢 又是赤烟渊的盖子 这 两层楼也没错 怎么了 没 重点是啊 赤烟渊是天下岩浆的发源地 然后呢 有一道蓝白的赤热火焰 直接从赤烟渊 下窗上去 直接到定土 甚至接到了明矮 那七刃炎窟怎么办 这支热火焰怎么上去的 嗯 这有个洞 那观天台怎么办 反正就是 一一也不知道啦 一一身为幽精 对竹烈的始祖很担忧啊 姐姐姐姐姐姐姐 这么一叠声喊我 是叫得开心吗 没错 嗯 我不喜欢这个叫法 为什么 邪漫之源 起于今生 魂之何处生不得之 何必要这称呼 姐姐 但是哪一个魂 其实都是你啊 妖魂或人魂 不都一直在这个躯壳里吗 但你认识的那个人 并不是我 人的魂 掌管这方面面貌的躯壳独拧 你所见异己欲动 皆是人之魂操纵 没错 但你也是我姐姐 你不会一点都 那一点那时候的记忆都没有的 那时候一直做了个 心不在焉的旁观者 旁观者 既是心不在焉的 那自然也就是对这 纷纷老老 不胜丧心的 我何必应以一生姐姐 但是 不应该是这样啊 你分明就是姐姐 好奇怪 你要是喜欢叫就叫吧 总归硬不硬在我 但 一直想叫姐姐 叫她阿良 为什么你就硬了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不过这随了我的心意 找到你们了 四巷门 哼 什么时候四巷门也参合进这件事情里来了 还和十轮公搅在了一起 你们这是图什么呢 遇齿梁 逆天而行者 人人得而诸之 正是 你们胆大妄为 不止窝藏我们派缉拿的妖女 还利用上古神物引出妖魂 所为之事无法无天 我们四巷门这是替天行道 动手 事在人为 你确认了消息 玉池梁锦人 真同您与尊者大人所猜测一般 动用环神鼎之力引出了妖魂 什么 他们莫不是疯了 将下幽城不说 而今竟还动了环神鼎 环神山塌陷 三荒明园再现 那花荒内通往罗侯城的通道 怕也会被打开 日前听闻 西年箭矢夜已入地界 公主的意思是 你们速速召集人手 先行去探查生起的三荒明园 乌恐怕 这三荒之下有罗侯残躯 是 但是属下曾听闻 在花荒界内 卢安的视线 无处不在 卢安 他清醒的时间 越来越短了 何况 玄冥教定会去对付他 以便在花荒内 巡逻猴残体 我们间接行事便是了 乌 雨夕 你好像不高兴 我们去探查 荒海沙谷 说不定就能知道你为什么不记得之前的事了 或许能找到你之前的记忆 你这些不也说 之前那个鱼蜥未必过得开心 显然也不讨论喜欢 那知道原因我找到记忆 又有何欢愉可言呢 这我以为你会想知道 那是你以为的 知不知道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重要 那你不想去 不 你们既想去找一个答案 我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去找那个答案呢 如果我永远没有那段记忆 你该如何对我 你以为的鱼蜥 究竟是那个人 还是那段记忆 还有隐藏对白 遇迟良 你和自己叫什么静 想我不如直接问 你不开口我也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你问 我知道的自然会告诉你 这个 我没有想问 这般吞吞吐吐 一晚那个鱼蜥 莫不是不让你问问题 诶 我没 我就是发现你知道很多花花的秘密 没事啊鱼姐姐 就像我们封存的古老生命啦之类的 一一都不知道 嗯 到底是因为我是从这里出生的吧 对这魔虎有些印象 而我所见 就像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啦 只不过有时候很是恍惚 觉得不该记起来 师傅一旦全不知道了 就会出现一个我不想看到的结局 什么结局 天地的结局 祝天新药归于肠胃 一切归于初始 封存的上古生命 鱼姐姐 你不是说了一嘴上古生命吗 除了落后卷主之外 还有什么是些什么啊 很多啊 妖族其实才是明界最早的生命呢 没 这也是很多妖族没错啦 但他们好像也没有很神秘啊 那是因为你其实没有见过真正的大妖啊 啊 对了 我好像记得 有个赵佑 他应该算是大妖 那鸾是不是也是啊 嗯 鸾 我一切记得的 他也算是吧 没 但他们都没有被封存啊 估计是因为他们自己醒了过来 或者是还有什么别的缘故 这些你作为优秀都不知道 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大妖 我才刚玩 刚玩古剑奇谈三 那讲到大妖 那我马上想到北洛 嗯 鱼池 我觉得姐姐很疏离 烧龙姑娘多遇了 但她不喜欢和你说话 你刚才不如 就说余西疏离我 余西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一点都不记得以前 我们这一路过来的事情 你也都忘记了 大致还是记得的吧 但是只要依稀记得 浮光料影罢了 估计这就说明 那些事情都不重要了吧 不重要吗 钻洞怎么还能钻进了沼泽里 苗 底界的路 不是一直跟你想的那么简单啦 这里肯定不会是死路的 阿露既这么说 那我们就先分头查探吧 总归来都来了 大不了再退回去就是 喂 这里 你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来看看姐姐如何了 为何从神雀宫那儿 看到的消息称 回来的不是姐姐 回来的是姐姐的另一半妖魂 我觉得挺好 至少不似原本那样 整日心事重重 对了 主上如何了 幽城降下 罗侯借平体离开幽界 风铃台上那一丝封印的罗侯心脏 又不知所踪 想必 罗侯及其残躯复生 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我才到这儿来 主上吩咐我先入三荒明园 去看赤炼渊 他寻罗侯平体动向 认为罗侯的残躯 很有可能有部分 随着流转的地脉 沉入了三荒明园之下的赤炼渊内 在赤炼渊 这消息是从何而来的 这 似乎是主上身为祭使时的记忆 在复苏 我本以为主上此前无法进入幽城 是因为降下幽城的是圣女 主上便不能算作幽城之主 自然也无法进去 借降药之仪的机会 以星药之力士神 吸纳其力量 但 事实却像并非如此 什么意思 那时主上像是突然恢复了一些 曾为祭使时的记忆 阻挡他进入的 其实并非所谓幽城之主的意愿 而是历史中 一个曾与祭使相关的人 于田国主 于田国主 是 所以 现在主上既需防止罗侯残躯被重击 也需想法子先一步 进入被损毁的罗侯城探查 罗侯城的入口 或许不只有登城平台一处 主上是认为 这入口在化荒 比如 这里 是 环神山遗迹 接近幽界那些远古的荒废之所 所以你留神欲迟一行人 既守死后 我就已和主上秉明 不欲再为玄名又是 我只想寻个去处 别为难我 你既还称主上 便是 唉 罢了 随你心意吧 不过你得看着时机带走姐姐 别叫她再跟着玉池等人 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知道 你要去探生起的三荒名园 就快去吧 别一会儿撞进玉池他们 这废墟里竟还有法阵 瞧着本应该是个整体 和环神山内的布置倒有些相似 难不成这里原本 也是环神山的一部分 不能这么算 不过这确实本是环神山的一部分 但很久很久以前就被改成了防线 防止那些 被认为不该出现的生命 这几处 应当是启用防御的位置吧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不知道啊 瞧见有些地方 恍惚就想起来点什么 不过都是屋里看花 其实以前的那些记忆呢 可能也还是留了点的 不过像旁观了一段人生 里面都是不同颜色的光点 带着不同的味道 你 我记得最清楚 于夕 果然 花花到处都有被沉降下去的大陆 这些失落的大陆 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姐姐 这碑上面记录了什么 谁沉降了三荒茗园 有这力量的是 鸾 没提谁做的 只说降下三荒茗园 是为了封印赤炼渊 或是百年秦听玄门 为封印赤油干的 哎 于夕居然懂画荒的古文字 这碑上没提吃油 但却有个名字 找到了 这法阵连接了风之灵 能让我们离开这里 快离开哪 有东西从天而降 你能不能让个地方 你压着东西了 这个地方正好我心意 难得有着上神信仰 下达地脉的宝地 咱们可让 速速离开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阿露 这荒滩无足 让不了路 将在何处腐蚀到何处 与这重置废话什么 动手杀了便是 本来你们躲开就是了 现在 你不忍 我不业 不好 他招来的冤兽守住的这几处 都是启动抵御机关的位置 用不着这些东西 我也能杀了这重置 事在人为 走吧 我们快离开三皇地下 我们快离开三皇地下 哎 看来赤练渊真的还是重见天日了 祖龙陨落 传说中的封印都要开始崩塌了 幽姬 这世世代代立在赤练渊的墓碑 传来 诶 这就来 你进来一直在关注画荒洞下 为什么 我在想地脉流转 说是流转回天地之初的原点 但何尝不是打破了王者不复的世间律法 你的意思是 画荒动荡却和地脉相关 但这动荡 实际上是江山海光明后 被沉降的画荒重托举上去 或许 此事尚未有定论 我猜得了那十轮之力 怕才能亏得这千古以来 束缚世间的律法 幽成降下带回了我的一些记忆 当年我创《塑药之阵》 是以十轮仪轨之法 以此改变星药运行规律 开启天幕 幽姬当初去十轮宫 也是为了十轮仪轨 想来 世间的规律和十轮仪轨 也许关系颇深呢 你想起这些又如何 你与我同为济魂 都无时不刻都在被天地规律燃烧 残魂执念四散天地间 遗忘一件事 比记忆其一件事容易得多 你忘了我与你其实不同 我也是被囚于天地间 不得轮回的记魂不假 但混沌化力被我吞噬了 那世间最后一团 未被任意捏造的混沌 就在我体内 我就是这样苏醒的 如此说来 我是天地造物 你不过是女娲手里的牛 你 赤脸 你离开了那么久 也是时候回一趟花荒了 依依 你怎么从没苦脸的 被荒唐咋了一下之后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没 才不是被荒唐咋了原因啊 那就是还神上他了 还是因为什么 长老预言的不祥 都不是啦 其实是一一脑袋里 好像多了什么东西 好奇怪 就会突然被填了点 什么进去似的 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像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传说 都跑到一一脑子里来了 什么传说 比如说轮回 其实是天脉和地脉构成的 天魂归天未有记忆 地魂寒怨 进入地脉 力量被抽取成灵气 然后怨念都被 被什么清除掉 反正一一就看见了乱七八糟的画面 但有些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啦 哟哟 你怎么离开幽界的啊 家下之窟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 为什么就从那人进 人出来啊 家下之窟即使自将冥界起 就已介入地脉 借此之力的和幽界 和冥界之间打通一条裂系 裂系人叫我与眷主通过 幽先生与副神这帮幽有强大力量的 就不得出来 地脉吗 传说地脉是天脉的道理 诸天星耀变成天脉 那玉池哥的时轮印记呼应了天脉 忍召唤玲玲 那地脉对应的是召唤幽界 环拳是地脉 环拳下是幽界 那幽界成了什么啦 咧 什么乱七包扎的 想不明白啦 头疼 余姐姐 好吃的来啦 鱼姐姐快看 噔噔噔 依依要做什么好吃的啦 要么还是先为李悠和玉池两次吃 没 鱼姐姐信不过依依的手艺吗 咳 没有 只是这 美脚和多条腿的吃不惯罢了 没 那鱼姐姐喜欢吃什么 不知道啊 没想过 不过或许是两只脚的 哇 救命啊 鱼姐姐想吃依依啊 还神山内 是与幽神内有些相似 螺侯眷主莫非在花荒居住过 螺侯是上串四 四神之一 当时总有 有所图的 有所图难道不正常 这话倒有趣 你到蛙黄创世就无私奉献 鱼西梅说云蛙如何 怎么一提到螺侯创世这样没定论的事 你就像总是被破坏似的 哼 本就是这样 创世后 明界自然本该就拥有螺侯眷主一席之地 但此后蛙黄认为幽影将轻死万物 才将我父神驱逐 这明界存虚至今 并是背信弃义的证据 没 那螺侯眷主真的花荒生活过 那环神山莫不是 确实可能是幽阶的遗迹 幽城书信所寄有花荒的隐秘 阿璐遇词 你们没奇怪到底是为什么吗 幽城内有一封书信所言复活之法在荒荒内 如今证明确实如此 你们都不觉得奇怪 没 幽城内有复活的法子 是小摩斯说的啦 那些人都神神秘秘的 谁知道他们从哪里知道的 理由 是觉得我父亲古怪 算是吧 你父亲如何进幽城 从何处进入其中的 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 就算按照我们此行的推测 你父亲并非是十句中的人 但他弄进幽城之内 总有该有传说传我才是啊 这 我确实有疑惑 但现在除了却遭有的那些话之外 我对我父亲究竟是谁 做过什么都一无所知 要追究现在 也为时过早了吧 陆 赤燕燕 传说赤燕燕下的赤油 是早年被天学们封印了 还能附身为祸世间 没 这事你都知道 刚才晃晃磨神的事情传遍江湖了 哎 我大晃晃的名声啊 明界的传说还真多 一会儿是幽界降下来的灭世 一会儿又是魔神尺油复活 就维护了世间 毁天灭地都没有事 就给你来一招事的 所谓传说 倒是没法直接说明 多半还是当年成了隐晃的事情 这尺油复活的事 保不准的传说是什么 不可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别杀我 他们 他们就问了那什么图腾是什么 这火苗怕是给不了你们 我的这几位朋友 可喜欢用这火来烤鱼呢 原来是为了为了烤鱼是不是 这 小秘密 那 大秘密 啊 嗯 进 救救我 我 我知道重要消息 快救救我 嗯 来得正好 郑要找女儿 闭子门 上 你刚刚有什么重要消息 哎呀 快讲 哎呦呦 仙子 你先让我喘口气 我 我打酒馆里听了点消息 有人哪 想造反 不是总有妖族想占幽都 觉得占幽都都该是他们的地盘嘛 又有九黎族觉得现在幽都掌权的不是九黎族 得 就先一起谋算那位大殿下了 呗 活腻了吧 居然想算计轮 可不是 而且还不只是妖族 陆续就又有面具客来了 咱雁灵族的地盘 问那图腾是什么 图腾就是图腾呗 我上哪知道去 面具客 玄冥教为什么要关注这图腾 咱历代传下来 反正是只知道图腾隐藏着原字上古的惊天大秘密 雁灵一族就是这图腾与秘密的守护者 到底是什么秘密 咳咳 雁灵一族 知业繁盛遍布地界 但我冰破三郎这支以箭示威 图腾的意义和秘密更是全然不知 好可惜 有個血肉說是仙主 但也沒人真願意為了個沒見過的仙主去死吧 幼稽不是赤友的吉是血脈 怎麼又誕生在凌雀堂的混漿裡 這個依依也不知道啊 其實依依這樣講不太對 因為赤友當初在還神節的時候就有講 因為赤友的九里族的族民 對赤友而言 因為他們是他們的血肉的一部分 所以我吸取他們的血肉何來不妥 赤友的想法是這樣子 所以當初皇帝才會幫他們建造 把他們趕到地界去 幫他們鑄造還神九鼎 幫他們隔組地界的各種不好的環境 讓九里族民可以在地界居住 為甚麼畫畫好像很多秘密啊 為甚麼畫畫好像很多秘密啊 沒就是因為很古老啊 而且畫畫很多地方都無時不刻而生啊 這樣啊 帶出來點甚麼也很正常吧 怎麼了 小布臉你想到甚麼了 沒也沒甚麼了 就是就是突然想到古老的生命 要是真的因為 堂堂出醒了 哎 古老的生命一般都不好溝通 又很不好對付 軟就這樣啊 要是出現一堆軟 沒事睡覺夢遊 晃晃就玩的啦 你當心的就是這 沒當然啦 要是一百個軟夢遊 那豈不是天塌地現 還都不聽聽不懂一一說話 哎 難道那些組長暗設的其實是這 一把一個一百個 一百個軟惹生氣的 沒 這可真不想 晃晃怎麼會晃晃出現 晃晃為幽界的重製心 那心耀之一所畫 以往聽聞只在心疏儀鬼上才會降生 沒有喲 晃晃又不是地底的洞 怎麼不能有心耀之力了 我不是說這個 我是在想心疏儀鬼的事 晃晃難道也有心疏儀鬼 晃晃就不能有心疏儀鬼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心疏儀鬼是當年祭祀後庸所創 出現在這兒你就不覺得奇怪嗎 沒 幻幻成奇可比什麼螺猴祭祀出現早多了 說不準他就是他超的呢 嗯 好像也對 李悠你好像是說悠成是 神的墳墓 嗯 怎麼了 要進去 點成幽成主人 這只是謠喘 會降下幽成的人能得到特別的 根本沒有幽成主人的說法 若真有 那估計是那已是 埋古那在那的生命吧 但百年前有人進去過 而且我目裡看見的 怒不錯的話 就是幽成 百年前進入幽成的人 誰知道進的 是不是真的幽成呢 當然是真的幽成啊李悠 今天你依依爺爺就來教你們做人 唉 那就動手吧 多說一句都費神 是回來了 幽姬 尊上 你喊錯了 六十年前或許我是幽姬 但現在 卻也已經不是了 嗯 知道 你還是一點都不意外 這樣沒一點意外和驚喜地活著 不無聊嗎 你有什麼事 嗯 只是想知道 畫荒沉降的那些地方 都藏了什麼秘密 只有幽姬才可能知道這裡的秘密 你當年是有機會知道的 是你選擇了放棄 我只是不想要 自問林雀潭的命運 這就是選擇 那尊上 而今會和我為敵嗎 我向來不介入任何一族的鬥爭 我想要尊上一個承諾 那些事關幽姬的秘密 能否永遠成為秘密 我想要一切就此終結 幽姬不是榮耀 是詛咒 大巫之祖我無欲插手 我非兆佑 非白露 亦非于田國主 有話和你說 你過來一下 妹 姐姐是我的 那可不行 我和姐姐血脈同源 出生就認識了 相逢不如偶遇 我的血 能讓姐姐復活 欸 這邊是 順手而已 有沒有強的姐姐 別戴上我 蛤 怎麼了 這什麼對話 路 我們得聊聊 浴池歸你 姐姐歸我 你該怎麼樣 嗯 是奧與此刻 依依只要與姐姐 蛤 這也是要隱藏對話 理由 關於 荒湯的事 那荒湯好像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 你這話好生奇怪 荒湯自己都不知道 你怎麼覺得我會知道 我沒覺得你有一些知道 不過就是有點奇怪 這東西都不知道自己會出現 那從天而降 肯定是意外掉下來的啦 順得欲遲 你是覺得 荒湯其實和幽界相通 嗯 有知猜測 或許 其實幽界並未真正完全被隔絕在天幕之外 否則為何淵塑 走在天幕洞開之前 就已出現 浴池 他們說了妖魂 方長最難的人說妖魂 你聽見了嗎 聽見了啊 怎麼了 那你還覺得 魚熙就是你我以前認識的那個 你還覺得復活這個魚熙沒問題 我為什麼要糾結這個 他是魚熙 對我來說就是魚熙 這就行了 既然這樣 你又何必要去找他丟失的記憶 何必支持欺人呢 我 現在魚熙究竟是誰 我如何想 如何看 那是我的事 你為什麼要一直追問 就要一個答案 我 哼 我只是好奇罷了 會是誰 欸 蛤 靈火對話沒有沒出現啊 李幽 你到底在意什麼 你不在意姐姐到底是不是姐姐 你在意的是記憶 你陪我做悔吧 好 你就不能說說話 沒錯 怎麼就懸人你來了 阿路至少還會叽叽喳喳 你其實在意就是祖上幽黃 沒有過去的記憶 和得到過去的記憶 會有何區別吧 你想知道 身份究竟是用何物來定義的 名字還是記憶 你或者是魂魄 又或者是他人眼中的模樣 其實每個人定義的方式都是不同的 我有時候也會想 射去我和身份和名字 我會是誰 你還是別說話吧 不是你讓我說話的嗎 就是這裡了 看 在那 那是什麼 火焰 這是幽黃 幽黃是幽界特有之焰 百年前曾隨刻盤碎片降於冥界 刻盤因是以特殊物打造 才能附著幽黃 此處怎會有 這幻海下的究竟是什麼地方 這依依也不知道啊 畫荒的歷史中 從未記載過幻海之下 都說是黃泉 依依也還是聽昭佑說了 才知道這裡的 或許是那石碑和刻盤 一樣特殊也不一定 我去看看 你們在這兒等我 玉遲良 嗯 怎麼了 我和你一起去吧 嗯 齒哥 這 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進不來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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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没劲儿 你是 师尊 石轮宫的尊者不都是忌魂转世吗 为什么这里还有他们的残破 视线炎吉你们二人出现在此 便是幽城已降于冥界 于希 看来终究没完成他的使命啊 若真照我等安排 在最后一块刻盘碎片出现时 以性命回去星轨刻盘 那他体内的这缕妖魂也定烟消云散 不会出现于此 阿良 你不是早已怀疑于希瞒着你的事情了吗 想必也早就知晓他是见错人 一旦你对幽城产生了好奇 对刻盘起了巨为己有之心 他便去杀了你 是 那又如何 尊者是以为我会因此与于希敌对 如此一来 他便会毫无愧疚地在利用我找齐刻盘之后 自尽摧毁刻盘碎片之前动手杀了我 视线所言却当有此一幕 那是不得已之下最好的结果 既能摧毁星轨刻盘 又能借此回去于希体内那半妖魂 哼 是啊 是啊 但你 你们十轮功算计的太多 却不了解于希 而今看来我确实不了解 我甚至不了解你 既然你知晓一切 却又为何令他复生 你对他就从没有过怀疑 没有过怨愤吗 你闭嘴 哼 若非他想摧毁刻盘 怎会叫人钻了空子 若非他死了 我又为何非去降下忧城 笑话 真是笑话 视线 视线就是你们看见了一个个瞬间 一个个画面 但你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那些 你知道吗 造成的局面的不是别人 是你 是你们这样一个个的 以为自己无所不知 无所疏漏 把活生生的人都算作天下附庸的鼠辈 你们才是罪魁祸首 现在如何 你们只是残魂 我 于希 我们都活着 他体内的是妖魂又如何 哼 我知道 我早知道 我看见他复活的那瞬间 看见他眼底的光的时候我就知道 但那又如何 他以往的眼底从不曾有那光亮 那种渴望 你看 我现在看得见他 碰得到他 他能和我说话 甚至 比以前任何时候说的都令人舒心 还有这种事 现在 让开吧老头 我要看你守着的那块碑 你混淆视听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你这一缕残魂也非死守在此处 可真让我好奇啊 哼 对了 我见过死守一处的残魂 或者是该叫执念 随便是什么吧 反正 守着的东西 都至关重要 你 当年真不该为十轮遗鬼留你性命 快守住 这一缕之辈 休想再上前一步 要挟 想必诸位就是上一代的十轮功尊者 都是残魂了 还说别人是要挟 怎么 要挟 要挟 想必 破坏 祭魂转世转走的不只是知识 是连你们的神志都一并转走了巴 休得狂言 今日必要将尔灯击毙于此 阿良 余辛 余辛 是你 我欠你一句对不起 也欠你一个道别 什么意思 生死逆旅 阿良 再见了 于婿你别走 你回来 之前那些事情都过去了 对 对了 你刚才听见那老头残魂的话了 是石轮宫 我将忧城只是为了 阿良 我知道的 你忘了吗 曾经很多次你问我 我都顾左右而言他 只是不想告诉你 其实 也是不想再提醒自己那些事情 于婿 我拼命忘记一切 只想扮演好一个角色 石轮宫的于婿 我不知道这世间究竟要怎样才算安妮 我知道师尊的谋算 但我听见的看见的都是牺牲 石轮宫人以自身净化食物 一个个师兄弟倒在我面前 心甘情愿 有时候我就想 一个人为了守护更多人 算计了自己性命 但也算计了别人性命 那他是好人 还是坏人呢 瑜伽 阿良 我不想再见你 你见证了我对这世间的迷茫 和最愚蠢的奢望 还有这毫无意义的死亡 于兮 于田国主怕已令掌管地脉之妖允身为人 已躲五等视线 然无可遇见其孩儿有二 均有双魂 其一因妖魂而应天脉星耀 可允命毁星鬼刻盘 其二双魂均有一时 去一魂可记摘女之神时 此二人应可谓救世之人 然此等妖魂与地脉相连 应于天脉 不可令其存于事 若享用只需小心 地脉流传 而今或被以为是龙脉 或被以为藏至尊之剑 可引妙堂江湖视线 以便寻之 后掌控其二人为己所用 令画荒之界 忧击金铜可是幻海隐秘 金铜之能 已于画荒出城时封存 却恐仍可得 世人愚钝 未尝有明辨之能 只使眼前是非利益 必要之时 可用画荒内部之争 夺其传承之力 万流一画荒所藏之密 其遗师之所 乃共约创世之计 卷足所造 恐能通达幻海之下 皇权之所 即入幽界 或动摇冥界之力 挖皇之位 最后万莫当心一人 此人死而复生 恐是榆田国主血脉 本该除之 但其因复生之法 而系十轮 可替十轮之孝 吸纳天地怨念 须留其命 以暂待十轮之用 天目洞开之日 须令身死 因当事之魔入幽淫 可保当事实灾消除 即至下一节实至 于田国主身份古怪 万莫当心 残其血脉 残其血脉 这样吗 于昔 你看见了吗 你真的知道这些吗 于昔 你出来 哼 别喊了 在这儿呢 别这么看着我 你不是已经知道 我是什么了吗 我是你 你 你是这天下不得解脱的怨念 于昔 自然也在其中 十轮的印记 就是这些怨念的烙印 被带幽淫的力量 你不想一次次唤醒 凝聚成形 这样才不会游荡世间 心鬼刻盘放在十轮里 作用可就是这个 是啊 十轮计体 我们融合之后 你看 你手臂就没再发光了 不是吗 你和我 我们共生 波寻幻境中的是活人的心无 尚且可消 但这世间那么多 亡魂的不甘 有谁能消呢 哼 难怪十轮总修不好 是啊 修不好 不正是因为这世间平衡早已失去 不正是因为这冥界从创立起 就毫无公正可言吧 既然这样 那天地间怨念 怎可能消除 走 你觉得玉尺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勉强算是个聪明人 什么叫勉强 怎么这么勉强呢 少呼呼听老叫我话 咋什么心鬼刻盘 不然都没后头这么多事 我就是想知道姐姐 为什么想玉尺这个人 怎么样才能偷偷姐姐呢 玉尺哥 十轮印记 那心那天地怨气 现在却能召唤出英灵 想起来就好奇怪哦 世间有偿魂 偿魂是不善的执念 和怨念估计是有些关系的吧 怎么了 为什么问这个 你想啊 玉尺哥 你招了诸天星药中的英灵 他们又没有记忆 是不是以后 要被用来和偿魂 执念相互抵消啊 蛤 斯文公 确实做得出来这种事 不过 这些前辈们 陪我们一路走来 我不会让他们有事的 理由 当初一床 斯文禁地 现在想起来那回话 说得到不假 斯文公不过歧视 道明之徒 哼 本来就是 现在想起来 斯文公将星轨磕盘 藏在斯文仪轨里 是为了维系斯文仪轨的运转 吸引天地怨气 嗯 幻沙古地 幻象消失之后 我听见本以为是自己心魔的声音 他也这么说了 他还说 幽影的力量 唤醒了怨念 另起凝聚了成形 最后寄予我体内 我才真正算了 算是成了斯文忌体 怨念的忌体 但为什么是幽影的力量 幽影的力量 幽影不够与世间风火雷一般 怎么就与怨念人 人有关系 我倒有个想法 冥界创世 是基奥商皇 那便说明是商皇之意 幽影 那并非由 罗侯所献之地 而是罗侯献出 以供念念 稀息之物呢 你吃了 看过了焕烧古地内所献 认为我如今是谁 其实此前 有所疑虑 不是吗 现在你得到答案了 于熙 叫我阿良 嗯 我只当你是于熙 吃妖魂又如何 你知道我是于熙 愿意喊我阿良 就醒了 你在自欺欺的 或许吧 但我还能如何 现在我 还能如何 你告诉我 你 小不点 是都知道在幻莎古力 我会看见那个 消失了的 毕竟是藏魂聚集处 于熙的人魂 既不用回来 出现在那 也是天经地义 于熙的人魂 最后甚至都不愿意看我一眼 他不愿意回来 他恨我 哼 你以为 食文尊者 的藏魂 为何都会在这里 什么意思 那是我的人魂留给你的 这记忆 他把所有知道的 都留在那里 这是他的道别 告诉你 一切他曾经 因种种缘故 无法告诉你的事情 我的人魂 怨恨的不是你 是他被束缚的命运罢了 鱼子哥 鱼姐姐现在 你是不是 不把鱼姐姐当鱼姐姐了 没有 我只是 有些 有些无措罢了 我不知道究竟要怎么面对他 或者说 我是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自己 你不过是不愿承认自己真正的意愿罢了 你之前不愿细想鱼熙是否 还是原本的那个人 其实 是因为你觉得如今的鱼熙很好 没有忧愁 没有隐瞒 但你却又觉得这样想 是对你 愿意一同长大的鱼熙的背叛 是 我知道 你们别说了 让我静静 那我是不是可以带走姐姐了 我还以为依依会说静静是谁 依依 你这金色的眼睛 幻沙古力那幻想表示 你这眼睛本来 人间幻海下的秘密 但又被封印了 鱼有和你说过这些吗 没有啊 从来都没有 其实从深渊之阵离开后 依依就觉得 有点怀疑 是不是依依看见了荒滩 那我这里才多怪怪的画面 是在深渊之阵离开后吗 知道了 一定是荒滩了 他找了依依一下 知道了 知道了 脑子坏掉了啦 我好好吧 他帮你了 好 你看来